东北爷们热血抗战 就连一向被视为打家劫舍的土匪也都加入了保家卫国的行列中来 土匪在东北又称柳的和胡子 在民国土匪可谓到处都有 但是像东北土匪这样爱国的可不常见 1931年日本刚刚打抢侵略东北的第一抢 土匪就自发动员起来打日军 他们巴铁路 骑鸡日军后方,抢美军粮草 他们在日本人身上干自己的老本行 可谓是大快人心 土匪们影响了不亦乐乎 以前抢老百姓被人戳击两股 现在抢日本人却被大家夸成民族英雄 同样是抢,还是抢后者华术 他们常常骑着马 在东北的山林里呼啸而过 骑老的日军焦头烂额 而每当敌人大部队一来 他们就散成三三,两两退入山林蛇伏起来 这种游击队式的打法 在中国堪称首创 要说爱国胡子里最有名的 当然属冯瞻海了 冯瞻海在当时的东北与著名的抵抗将军马瞻山齐民 称其为一个瞻山,一个湛海 身为辽宁人的冯瞻海熟知周边地形 于是就在这一带巧射伏击 打得日北军文封丧弹 土匪一向装备简陋 于是冯瞻海想方设法地弄来了各种各样的奇怪武器 当年日的战争期间 德国有艘军舰逃到了河流里搁浅 于是老冯就带着几个人拆下了几门箭炮 十多十多组成了自己的炮兵队 这几门老是箭炮 打打碉堡要赛差了点 但是打打小步兵 那可就威力强大了 常常一炮下去没炸死 也把对方解震死了 老冯虽然是个粗人 但是他熟读中国兵法 知道虚虚实实 曾经有一次打日本运兵战 义勇军深知自己兵力不够 于是就挽起了空城级 趁着黑夜 冯瞻海把自己为数不多的人分散开 来 在外面打枪放鞭炮 拉起自己的土炮打上几发 虚张声势 兵战里的日本兵都吓坏了 他们以为义勇军至少来了几万人 于是叫来援军 当援军赶到时 两支日军没联络好 竟然劈头盖脸的就打在了一起 老冯索性连打都不用打了 在外面随便放几发鞭炮 给日本人注注信 到了第二天白天 上去捡肉子 一口气吃掉了所有的人 这才是中国哲学智慧的精髓 借力打力 日军看到老冯是大 从国内调来重兵去东北围剿 冯沾海于是带领军队撤到了关内 在关内 冯沾海无论走到哪里 都受到民众的热烈追捧 堪称超级偶像 冯沾海后来带兵参加了长城抗战和河北地区的作战 手下的爱国胡子也为国家做出了重大牺牲 他们都是那个年代里当之无愧的英雄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小林伯杨